为了拉抬选情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杨秋新 今天下午指导高雄市政府 要求全局和他辩论 但是全局早就其他行程技术性选人 而秋菊辩论破局 双方人马还在市府前爆发了退极冲突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杨秋新 30号下午3点30分 与支持者到市政府 要邀请陈菊跟他公开辩论政策 多位民进党及台联市议员候选人 到场户主 批评杨秋新是政治作秀 双方一度发生退极冲突 民调相对较高的陈菊阵营 过去多次表明 不会跟杨秋新辩论 并表示陈菊按照原定行程 下午人并不在市长室 市府各出入口也一例的告示 禁止公职人员或候选人 进入从事竞选活动 针对杨秋新的举动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长 丁允公严厉谴责 认为杨秋新是执法犯法 对于杨姓候选人 他这样子公然违反法纪的行为 我们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我们在市府大门口贴得很清楚 依照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纪13条 禁止候选人进入来进行竞选活动 那这样明知故犯执法犯法 这是一个最坏的示范 杨秋新强调辩论是民主国家的通力 批评城局多次拒绝与他辩论 是对选民的不尊重 杨秋新阵营也说 民众本来就有权利禁止政府 不认为今天到市府称情 有违反规定 领文报胡中凤高雄报道